不知道有沒有遇過這個問題 本身已經有固定的伴侶 男朋友也好、老公也好 但硬是在溝通溝通得不開心 那裂痕不知不覺姦發生 你現在發覺你和對方的關係 慢慢跌入冰點但又無計可施 為什麼會這樣呢? 萬變不離其中 只要你跟著我這條短片講的三個重要的理念 跟著去做 你和伴侶的關係就會來一個大逆轉 變得越來越好 想不想知道這些超出的技巧呢? 不要走開了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龍振天 歡迎收聽收睇龍振天頻道 這條短片主力跟你講解一些很實用的問題 就是有固定伴侶 怎樣和他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大部份都是自己的想法影響了我的關係 在短片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cross share 你進來看這個有用的短片 我就給你兩個like給你了 學員對你一生都有用處 你也幫幫我 你也給我一個手指弓 進來的 我的忠實粉絲 都可以留個言給我 我到了 師傅Hello 怎樣也好 有什麼問題 可以問我 都會解答你 另外就分享給你的朋友 這個完全幫助我 要是幫助這條短片的運算法 可以推廣給更多朋友 可以看到 第一次進來看的朋友 記得要訂閱我這個頻道 為什麼呢? 因為這條短片走了 你看不回來的 你先訂閱了 旁邊有一個鈴鐺 按響它 我每星期四就會有新片 我這個龍鎮天頻道 主力會和你講解一些改思改運 語言技巧 辦公室政治術 職場技巧 男女感情技巧 技術分析等等 所以內容非常豐富 對你一定是有用處的 好了 入正題了 為什麼我會拍這條短片呢? 怎樣可以和伴侶維持一個良好關係 達到一個雙贏的境界 原因就是最近有不少的客人 找我做感情諮詢的時候 他們大部分都有共通點 其實我的感情穩定 不會明天我就離婚 分開 不會的 但他覺得好像那個岩石 被海水每天這樣沖 那個關係不知不覺間 跌到一個危險的境界 去到一個危險線 這樣就不理不得 但又無計可施 發覺好像那個水位一路上升 水浸眼眉 不知有什麼方法 可以和伴侶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他想不到問題 這是正常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人很多時候 自己有問題 他不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很難去抽離自己 客觀去分析問題 所以客人找我做感情諮詢 大部分都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各樣我們打工做appraisal 都會的 老闆叫我們自己先填份form 我們自己evaluate我們自己先 我們會怎樣寫 什麼都寫到最好的 去見工寫那個CV 你真的好像什麼三文兩語 五角語言什麼技能都懂的 問你那些Word 什麼什麼Excel PowerPoint 全部take a ranking很高的 說英文又說自己什麼fluent 很多時候我們都高估了自己 所以客人找我做諮詢的時候 我都會客觀和他們分析 到底有什麼問題存在 我最近有不少客人 有類似的個案 我綜合了他們幾個人 合起來的共通點 我和大家分享 一個可能是巧合個別事件 但如果幾個一起 再加上我過去超過一萬個真 真實的個案 包括我的客人感情的內訊 這些不是巧合來的 絕對絕對有參考價值 千萬無不以為言 兩岸一起相處 我的聚焦 不是你一天的關係 那天我們慶祝結婚周年紀念日 氣氛很好 說我又沒有發脾氣 我笑笑口 你當然是笑笑口 帶你去五星級的酒店 吃這個燭光晚餐 又送一份幾萬元的手袋 難道你哭不通 你發脾氣嗎 你不會的 我們不是看這些 而是我們日常 每一天 我們每一天發生什麼事 那個溝通很重要 因為我的客人的共通點 就是他不覺得 差不多 沒什麼特別 這樣就慢慢造差自己 事情就不知不間發生 去到一個臨界點 他想要挽回的時候 好像已經是太遲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事情 未發生之前 我們一定要留意 第一點是什麼呢 第一點其實很有趣 我叫你不要做回你自己 怎麼這麼奇怪 師傅 做回自己到底有什麼問題 這一個也跌了 一個感情的陷阱 我經常都說 做人不是坦白一點好嗎 我有多客人 他就是給這句說話 類似的大部分 都是一些感性的客人 大部分都是想事情 比較直接的 腦袋 不懂得轉彎的人 為何做人不是坦白一點好嗎 我有什麼問題 我坦白做出來 我最重要的 我人生就是做回自己 如果我不做自己 我的人就很辛苦 不是的 你錯了 我們的人生 怎麼會做回自己 你想想 你只有第一句 我現在問你第二句 你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你客觀評估 你不要說自己是一個好人 我經常發脾氣 我罵老公 我對事情又不滿 我對事情充滿靈覺 我出去 我是執著偏激 我主動製造矛盾 而你不覺得這些是這樣 你說自己是一個隨和的人 這樣沒有意思的 這樣分析 你一定要有第二句 你是一個什麼人 如果你天生是一個樂觀的人 你當然要做回你自己 如果你天生是一個很有感染力的人 經常會令到身邊的人 很開心帶動氣氛 你當然要做回你自己 如果你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你當然要做回你自己 如果你是一個很薄學的人 很主動去分享 你的人心地很好 你的人真的什麼都無所謂 你當然可以做回你自己 所以我就可以做回自己 我是一個很隨和的人 我很真誠 我知很多 我特別厲害的 不要誤會 只不過我給一般人 我會留意更多 可能事事、資訊 我腦海不停思考 我會將這些資訊重整 跟不同的人說話 我會將一些有用的資訊 我會帶給他們 我有感染力的 我很耐性的 客人來到 我都會聽他們說什麼 我都會鼓勵他們 針對性 去面對的問題 給一些有用而實質的建議 我當然可以做回自己 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個很負面的人 你情緒完全出現嚴重的問題 你不停發脾氣 你那個遷就點很低的 要別人遷就你 你什麼都不行 這個又不行 那個又不行 去街這個又不行 一時又很熱 一時又很當 一時又說髒 一時又乾淨 那你怎麼做回自己 你告訴我 所以很多沒有邏輯的人 永遠都是第一句 沒有思考力的人 永遠都是這樣的 他們只有第一句 一句就去到結論 我明天有一生對翼 我會飛的 都可以的 沒有意思的 最重要的是第二句 為什麼你會有第一句的結論 我要斟酌就是為什麼 你的思考力就培養我出來 這裡也可以教你有一個思考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參加過我的一個免費的講座 精準掌握運氣 我們的運氣有少部分是天生 極少部分天生 譬如中樂彩那些天生的 那些沒得培養沒得學的 但我們大部分日常生活不是中樂彩的 不是說誰成功 一百個富翁一百個都是靠中樂彩 不會的 大部分都是要靠自己努力和思考 我這個免費講座 我就是要教你怎樣思考 怎樣好好地去想一件事 怎樣有一個正向的思維 好了 去到今天的主題 不要做回自己的意思 真正的意思 其實就是看你自己本身是一個什麼的人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會有些脾氣的 想法可能有些少少負面 在這個時候 你盡可能就不要做自己最真實的一面 很多人誤會了 做自己最真實的一面是好的 必然要經歷第二個問題 如果你自己真實的一面是很差的 你自己做最真實的一面是否好 這些基本邏輯 所有人都能回答 當然是不好 但感性的永遠沒有第二句 我永遠有第一句 我永遠做回自己 所以我就可以發脾氣了 我要做回自己 所以我就可以刮你的手下來 我做回自己 所以我就要半夜纏繞你 不讓你睡覺 不停給麻煩 給握運 完全錯了 所以他們的感情 不枕模樣 亦都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他們老公頂不信 不會有一個伴侶 長期相處 容易去忍受到 那怎樣不做回自己 是否要做一個很假的人 不要那麼極端 我經常都說你要有個中庸之道 你就開始你要學習 你要學習些甚麼 學習溝通技巧 那怎樣學習溝通技巧 我有一個這麼有用的超值課程 高程商溝通術 如果你沒有參加過 你看到這裡 你一定要參加 因為為什麼 超值課程不貴的 幾百元而已 當請我吃一頓飯 多謝我 這麼多免費的資源 大量免費資源 你賺夠有得 但它裡面很有系統 可以把整個溝通技巧 我告訴你 如何為之高程商 高程商就等於EQ 你怎樣有一個好的 EQ 和你身邊的伴侶溝通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 看看你自己是甚麼人 大部分的人 都可能有少少缺點 在那部分 你盡量要隱藏 你不要急不及待 要暴露自己的弱點 給對方看 就是這個意思 去到第二個重點 你一定要消除你的好性心 我有些客人 天生好性心 很強的 在事業上 都可以的 要是要向前衝 那些人不是你 你家人 不是你朋友 不是你伴侶 你都不怕會得罪他 最重要是在工作上 會好 你去步步高升 裡面你都不多不少 都要有些好性心 你才可以贏得到 我自己也是 當然我沒有同事 我自己是一個人 但我都會不停挑戰自己 有些事情 我都想 我一定要贏 我不會說不贏 我不開心 不會的 但我都有一個想法 例如這樣 很簡單 拍YouTube 我逢星期四要出片 我都會有少少好性心 我都要積極去籌備 我會做得到 否則很懶 拖延正法 你肯定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為什麼 YouTube根本沒有錢收 第二 亦都沒有人逼我 我不是打工 所以自律性一定很強 你職場上也是 你有好性心 沒問題 因為職場是一個賺錢的地方 職場上就是你工作的地方 我有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辦公室政治術 不知道你有沒有參加 如果參加過 你必然看媒道裡面 我講很多很實用的辦公室政治技巧 可以幫助你在工作上 激腿小人 遠離是非 有一個很強的手腕 去保護自己 滴水不漏 我裡面分享了很多 這裡我就不詳細講了 但如果你在工作上 你是需要進步的話 你就要參加我這個辦公室政治術 但是用到感情上 你其實真的不需要好性心 那個是你的天微 你的伴侶 你和他一起相處幾十年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每樣東西都要贏過他 你不需要贏過他 這個是一個很無謂的想法 如果你是一個天微 你我就要雙贏 有時我贏 有時你贏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在愛情裡面 如果所有東西你都要贏 這個遊戲沒有人跟你玩 你贏 你贏九十九 你給予一個百分比別人 也好 你那些 你整條魚 你那個最中間那個 魚背 魚尾 淡淡肉 沒有骨 那些你吃光 都好 留一些骨 留魚頭給人選 你真的絕到這樣 你到最後 你連魚骨 魚頭 你都打包 走回去煲湯 對方什麼都沒有 他不會跟你玩這個遊戲 所以我經常都要強調 等價交換 也是這樣的原因 你都要有些東西 跟對方去交換 女生有什麼交換 我經常都說 外表 樣貌 身材可以交換 要刻意打扮 我另外一個課程 我詳細講 怎樣去打扮 桃花萬人迷控心術 如果你沒有參加過 你都一定要參加這個 初次約會 各樣 好 接著去到那個內在比 溫柔體貼 照顧細心 同理心 觀察力 EQ情緒控制 這全部是你的等價交換 心碎清的朋友 你留意一下 我有沒有說過一樣 你要有好性心 是不是說你在感情上 你一定要有好性心 你要贏過對方 你每次都會贏過對方 你要令對方招致 失敗 沮喪 打擊對方 你的感情就會好 我有沒有說過 我沒有說過 但我部份客人就是這樣 老罕就是這些 他潛意識 他顯意識不覺 潛意識 我不可以輸給他 我什麼都要贏 只要他贏 我就很不開心 不可以這樣 我有很多客人 感情失敗 跟伴侶溝通得不好 原因就是因為 他好性心態 他什麼都會贏 一開口 要我贏 要我威風 我不可以被受打擊 你不可以說我 那怎樣 表面上 老公也吭嘻嘻 男朋友吭嘻嘻 我們有時候做人都是這樣 遇到朋友 他要贏 我也懶得說他 見到他有什麼問題 我就不說他 為什麼 因為我說了他 他會不開心 不是 不是 什麼都想了不是 然後才想一些辯薄的理由 沒有意思 你這樣 你就聽不到真正的事情 對方久而久之 不出聲 我的朋友 都要他厲害 不要緊 我不笑笑口 你最厲害 那有什麼意思 他一生都沒有進步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會跟他說任何事情 你老公都是 你男朋友都是 你什麼都贏了 你什麼都說不是 人家真心好言相勸 你平時留意一下自己的情緒 又或者 你有時 你對媽媽可能好一點 你媽媽都其實不是很差 不是啊 你不停不是啊 不是啊 變搭 久而久之怎樣 對方不出聲 那就好 師傅 他就不出聲 他就聽完我說不是啊 他心目中 不聽你說 表面不出聲 他有些什麼呢 他不會跟你說的 他在工作上遇到大小事 他遇到朋友 他將來有一些想法 想你支持他 不敢告訴你 他自己搞了 自己做了 跟著呢 感性的人呢 他這位裝奇怪 哎呀 你有些什麼 為什麼你不好好跟我說 人家不是不好好跟你說 人家是試過好好跟你說 而且是說了很多次 你都不聽 那個問題是 那另外一樣 你好性心 你連那個魚頭魚尾那些骨 你都要打包 要拿走 久而久之 那個人 沒有好處啊 在這段關係 哎呀 什麼什麼要講好處 你不要跟我來這些 你不要跟我來這一套 你認識一個男生 你不用問他做什麼 如果你認識一個男生 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說 我沒事做的 我拿頌門的 你會馬上跟他發展拍拖嗎 一個網上交友 你都要看人的 你不要那麼自私 你不要只是以自己的角度去看 我看你就可以 我看你條件就可以 你看我就不行 不可以這樣 你要毫不考慮愛我 不要啦 很愚蠢 這個只不過是你主觀的想法 好性心強的人有很多事情 他一定要得到 一定要贏過他的老公 一定要贏過他的男朋友 在那個言語上一定要佔便宜 我一定要比你厲害 我不可以讓你說太主觀 這些人遲早都被分手 差在遲同組 有些人可能說 都不是 我經常罵我老公 那我那個客人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他就說他老公就是一隻狗 我老公好像一隻狗 聽洗聽話 他老公都在 就是這樣 兜口兜面說是老公 我跟他看風水 有兩個女性的朋友 還在那裡笑笑口 不當一回事 他老公也笑笑口 那時候我已經看到了 是不是他老公 真是一隻狗 當然是不會 就是覺得 約過老婆 不是 他老公避免麻煩 心裡有數 我完全看他老公 沒有打算 接著怎樣 他又不同意我講的 你看看我老公 我罵他什麼什麼 初元禁邊 他什麼都好 說我永遠都記住 這句說話 他沒有好好做好他自己 目中無人 好性心強 以為幸福必然 以為自己贏了 結果過了五年之後 他來找我 師傅我很後悔 我老公走了 我認識了另一個女生 我當時很坦白跟他說 當然 我說你應該的 我說很合理 你老公不走 是不合理的事 我問師傅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那時候你沒有尊重過你老公 你老公對你好 你要珍惜他對你也好 你要對他更加好 雙贏 一團人 大家走下去 所以千萬不要想著 我老公都沒有問題 初完禁邊都可以 他很好脾氣 我說我要贏了他 他都遷就我 你真的不要這麼想 我年紀最大的一對伴侶 即是去到六十歲才離婚 那個老婆 那些子女都 我想三十歲 沒有三十歲 二十八九 那時候才要離婚 為什麼呢 因為他老公覺得 一生不可以再這樣 他找到他自己真愛 真是找到一個 小去十幾年的女生 我都見過他老公 因為老公都是我的客 見過他老公的老婆 哇 嚴素不得了 聽教聽話 這樣 家務事務大小 除了賺錢以外 他全部做了 他老公只是專心賺錢 維持這個家庭 哇 家裡什麼都搞得好 那最後當然有一個 很微滿的生活 老婆也是我的客 為何會這樣 那時候他老婆六十歲 你想想 一個六十歲的女人 怎樣可以從頭在外 怎樣在網上交流 真的比較困難 很後悔 一生很後悔 因為回不了頭 人生過了 回不了頭 我們不可以讓這些事情發生 一定不可以讓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千萬不要想現在好 永遠都好 現在好 可能有些事情搞錯了 會不會越遲 其實越淒涼 到幾十年後 才搞好些事情 很淒涼 所以真的不要太誠心 留有餘地給你的伴侶 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好了 來到最後一點都很重要 想的事情 和做的事情 一定要一致 千萬不要做 想的事情和做的事情 不一樣 這樣會導致什麼後果呢 感性的人 最常見就是這樣 他腦海有個想法 但他實際做的事情 和他想的事情 完全完全不同 這個當然會影響 你伴侶之間的相處 為什麼 大家有個共識 應該要這樣做 但突然之間 你行為上 做了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對方便無所適從 又或者覺得 會和你溝通有些問題 不能夠好好地相處 所以溝通技巧很重要 高程商溝通術 剛才我介紹過 未參加過 一定都會參加 有系統去介紹 整個溝通技巧 讓你去認識 其中一樣很重要 想的事情和做的事情 你要表裏一致 你要一個很真誠的表裏一致 你自己要想一下 你想法是什麼 和你做的事情 是不是一致呢 我最近 客人也好 網友也好 陸陸續續 都有幾個個案 都是這件事 他說得頭頭是道 我知道這個人 就不對了 各樣這個人 他沒有對我好 他真的可以陳述 他的事實出來 但他的行為上 就是 我為了要多些了解他 我繼續和他出來 我為了多些了解他 我就答應了他要求 我和他拍拖 我為了再看一段日子 我可不可以改變他 我就和他有作關係 不要這樣 這樣很明顯 你想的事情和做的事情不一樣 他有個看到事情的能力 他觀察到 觀察力強 他可以說所有事情 告訴我 但他做的事情 和他想的事情得出來的結論 完全是相反 如果是這樣 你的思考力去哪裡 你就沒有思考力了 所以這個 你一定要留意 你一定要做一個表裡一致的人 你才可以和你的伴侶相處愉快 好 點片到這裡 差不多 最後提提大家 給兩個手指弓 你一定要幫我 看到這裡 你要把手指弓給我 你幫助整個影片的邏輯運算 以前我不知道原來很重要 但在你很簡單 五秒做完 按完之後 留一個簡單的留言給我 師傅來了 多謝支持 各樣 跟著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他看到 他就會把這條影片 派給更多有需要的人 第一次進來的朋友 記得記得 你臨離開之前 你一直訂閱我這個頻道 否則走了 看不回來 這麼有用的短片 另外隔壁的鐘仔 我逢星期四會出片 主力講一些改思改運 男女感情技巧 辦公室政治術 溝通技巧等等 必然可以幫助你 時間到這裡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